这位新萧萧带您关心到针对美式卖场冷冻综合煤还有冷冻蓝煤检出了A型肝炎病毒事件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展开了稽查 结果在5月3号发出提醒简序之后 总共是有41位民众回报 少数出现了发烧腹泻嘔吐等症状并且就一抽血 卫生局也提醒要是报告检出了A型肝炎病毒要通报卫生局